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回事啊 让你走个形势 你还真动手 他现在怎么样了 撞上脑袋了 要住院观察呢 你说你这下手也忒狠 他现在对我下黑手的 你多大劲 他多大劲 我这两天本来心情就不好 再加上今天喝了点酒 再加上 我这两天就 就憋着股气 是 不是 仲元你说 你说他 他是不是为了 多拿点拆迁款 然后自己正好也就单身了 然后可以 可以另有个选择呀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他不是那种人 那也不能一听说 离婚就跟你打着鸡血似的呀 我这一回家跟他说 说要打一架向邻居们证明 他就真抄着家伙就冲我来了 行 这事说来说去都赖我 我就不爱给你们出这馊主意 我现在长头毁星了 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 离都离了 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 赶紧把这段柿子熬过去 赶紧拿到拆迁款 上帝保佑啊 你给我赶紧吧 仲元 还有一事 我 我得拜托你 你一定帮我把郭月定紧了 你说他一天到晚在病房里边 各种有钱男的 帅小伙有的事 不是 你说 你别乱想了 行不行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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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我每天给你汇报他的情况 以及他的思想情况 好不好 答案不冤析 答案不冤析 还得帮我一忙 我们俩一块回家 给他收拾点东西 现在这种情况 我 我也不能去医院看的 只能拜托你跟盛楠了 走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孙孙孙孙 冲子 你这里有点坏 你会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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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宝贝 来 来 喂 喂 中原 月姐住院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 怎么回事啊 好好的怎么住院啊 就是跟他老公 闹点别扭 我们那个争执的时候 就让我们知道 那我要不要去看看他呢 我已经到医院了 没什么事啊 没什么大事 那我去找你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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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待不了多久 等你来了 我也走了 这儿 你要想看呢 咱们改天 行不行 那好吧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我快到病房了 拜拜 一旦个安德 抑郑迷路 安德 抑郑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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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多会儿了 睡会儿了 叫醒他吗 他还是个一炉气呢 你说呢 好好劝劝他 一炉那边啊 我也狠狠地说过他一句 他也后悔了 那这不是让我给郭迷 带点吃的喝的来吗 这件事情上 您有一半的责任 你知道吗 是 是 是 我知道 我无知 这事真的我做错了 别说了 每一次发生事情 你都有一大堆的理由 可是每一次的结果 都证明我是对的 对对对 您盛名 真的 我干杯下风 李周远 你甭跟我说反话 我没有说反话 这事我真的觉得我做错了 打击着他们从民政局出来 我就后悔了 你说我这让破嘴 真是这样 喝完酒以后再不乱说话了 不喝酒你也不能乱说话呀 什么时候都不乱说了 不再乱说 把这让嘴子缝上了 最好让你们家韩文给你缝 什么我们家的没当没不 那不早晚的事吗 北国越大了什么好吃的呀 这个 尖椒鸡蛋 赶上小红银 这怎么都是我爱吃的呀 那我也不知道他爱吃什么 这不是就坐你出来吧 不是 怎么着那 八方也睡着呢 要不 您 行 来 来 你二位先喝口蜂蜜水 好 可以熬了 拜拜火啊 好 不错 行 行啊 你吃上饭了吧 鱼炸透了吗 还行 坐啊 喝酒啊 还是那家吧 哪家 我做的 好吃 嗯 好 圣诞见 你好 你们怎么在这儿吓我一跳 女汉子也有害怕的时候呀 对呀 女汉子确实也有害怕的时候 什么事啊 你这么聪明 应该知道我要说什么吧 李中原 他就说了 我叫我个儿子 你怎么不听说什么呢 我看你跟周原哥是为什么离得婚 我们性格不合 然后总是不在一个频道上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了吧 你到底想为什么呀 我就是想知道你们俩有没有复合的可能 复合 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 要不然干吗离啊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劝你别跟钟原哥 走那么近了 什么意思 就是你别跟钟原哥 走得那么近 我觉得这样不好 抛开我跟他之前的 婚姻关于咱不说啊 可是我跟他是发小 就算我们两个人离婚了 我们还可以是朋友 你说对吧 所以你刚才说那个话 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 我是为了你好 我知道你跟钟原哥是发小 所以我是在为你考虑 为我考虑 对啊 你跟钟原哥离了婚 你不会打算 一辈子不嫁人了吧 那那当然不会 如果要遇到合适的 我还是会再婚的 其实你也想找一个 跟你情投意合 能跟上你节奏的男人 是不是 所以啊 你要是想让你的白马王子 早日出现 那你就别跟钟原哥走那么近了 一个离了婚 还跟前夫五段四连的女人 谁敢靠近啊 人家也会有顾虑 比如顾虑你跟前夫是不是 还有那个心思 这些都是你在婚的障碍 你说我说得对吗 其实任何事情啊 都是要换位思考的 如果你找了一个 离了婚的男人 我觉得你也不希望 他跟他的前妻 再有任何瓜葛 对吗 那也为你吧 你怎么来了 我怕你饿吧 给你的夜宵 好 谢谢啊 这是 李正元的女朋友 你好 韩文文 怪不得说话这么令压力迟着呢 我叫王子健 是盛楠的男朋友 男性朋友 文文啊 来 到这边来我给你说两句话 来 你们说说走吧 好 好 那个 你们聊你们聊啊 我帮忙聊啊 好 回家 好 忙你的啊 文文 来 走 走 文文啊 你刚才说的那番话 我可都听到了 我觉得你在偷换概念 这两夫妻在一起啊 即便离婚了 那之前的感情 也不可以否定吧 这前一秒钟离婚 这后一秒钟 就跟形同末路 就跟仇人见面似的 把之前所有的好都忘了 那这样的人你敢要吗 其实啊 你刚才顾尔墨角 说了一大对话 就是不想让袁盛楠 跟李仲然再来往 他俩来往啊 你紧张 你不自信你吃醋 我不自信 你先听我说 刚才你说的那一番话呀 看似是为了袁盛楠 其实啊 就是为了你自己 我觉得你这醋吃的 可真是没必要 他们两个离婚 也没有人拿着刀 拿着枪 逼着他们俩去离的 是他们两个自愿离婚的 你瞎操什么心哪 这人哪 就应该大度一点 尤其是女人 大度的女人 最美的 王子健 其实我说这些话 也是在帮你 也是为你好 你如果真的喜欢袁盛楠 你应该站在我这边 姐夫 你怎么又来了呀 干吗呀 姐夫 那么不待见我 人家显腻了吧 你可别想我 您想我我转破财 姐夫 这回你把心放肚子里 我找你来是来投资的 你可是有钱赚的啊 咱们一起进军威电影市场 你投钱 我负责拍 然后收一分尘 这就欧了 芬的 有什么好项目 赶紧找别人去 姐夫可不想耽误你 因为姐夫我实在没有 多余的资金支援你 明白吗 我求你别再残忍地 拒绝我了行吗 你弟我这一天还老绝了 先是老娘绝我 然后又是老姐绝 现在你又要觉悟 你们到底还让不让我活了 刚才房东大姐还打电话给我 说我要是再不交房租 就把我扫地出门 真是天地之道 却没有缘分安身立命之助啊 说我多少钱 三千 不对 涨了 这次房东特别缺德 给我涨到四千了 多缺德也赶不上你呀 行 那你微信转账吧 姐夫啊 那个投资的事咱可以再唠唠 别唠唠 别唠唠 没什么可唠的 你赶紧走吧 我这还有病人呢 说到就说 帮帮帮 你 刚才叫我姐夫什么 欧帮呀 老孟了吧 那韩国人管大叔都叫欧帮 不不不 别 别胡弄我啊 这韩国姑娘一般只对自己的男朋友 叫欧帮 你不信问文文 人家韩剧看得多 你说是不是管大叔叫欧帮 什么眼神 暧昧是吧 什么叫暧昧 什么叫暧昧 胡老八道你我 我跟文文是正常纯洁的友谊关系 人家过来看牙呢 你说你还耽误人家的事 文文 不好意思 你先出去稍等一下 我跟 我跟袁文这儿谈点小项目 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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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姐肯定有事了 不可能啊 我跟那姐好着你 能不能盼点好的你 是吗 什么叫是吗 我 我跟你姐什么事都没有 你说两家老人看得那么紧 能出什么事啊 所以我才担心啊 你别担心 千万别担心我你说 你就把心踏踏实实放你 那个什么什么威电影项目上 姐夫这儿还盼着你肥黄腾达呢 是不是 你们得去交房租吗 我这儿还没转账呢 赶紧走吧 行 姐夫 你跟我姐啊 你们俩就玩吧 等回头哪天我把他住点事来 你们就老实了 我走了 赶紧转账啊 喂 张姐 喂 张姐 明儿上午十一点来取钱吧 别迟到 过时不后 这有了钱底气就是足啊 喂 毛儿 什么事 风哥 最近忙啥呢 哥能忙啥呀 当然是忙着拍电影了 太好了 风哥 我找你啊 就是为这事呢 我呀 刚认识一大哥 具有钱 听说有几个亿的身家呢 钱多的都不知道怎么花了 而且这哥哥啊 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就爱好个文艺 就想投资个电影上过把瘾 可老爷找不着靠谱的导演和剧本啊 那是他没碰着我啊 我这有好本子 一准他喜欢 是啊 连我也是这意思 那您过去跟他聊聊 聊聊 必须聊聊 地点发我 我这就过去 李仲元 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变心了 你不喜欢我了对不对 什么什么就变心了呀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敢承认咱俩的关系 还什么纯洁的友谊 那我是你的病人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不是 那我 那我该怎么说呀 我 我能跟他说咱俩的关系吗 我能让他知道我跟他姐离了吗 他要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了 这事不就闹大了吗 那什么时候失个头了 我就这么一路黑到底吗 他爸最近不是要做心脏病手术吗 那你不能这节骨眼上 给人家家火上浇油吧 是吧 相爱可以 你不能以牺牲老人的健康为代价 我以为这些事你能理解呢 我理解 我怎么不理解了 我就是抱怨几句吗 我心里堵得慌 是吧 把饭吃了 我现在还不饿 一会儿饿了再吃行吗 现在就吃 我看着你吃 省得我一走 你又把我辛辛苦苦做的饭给盗了 我不是跟你保证过吗 绝对不会再盗了 不行 我就要看着你吃 你别闹啊 这一会儿还有病人要来呢 李中元 你要是爱我 现在就把这饭给吃了 我吃啊 我现在就吃 行吗 人怕了你 你情愿 你别吃 不不不不 我情愿 我情愿 你别给我抢 别给我抢 真的 我特勤愿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一看就好吃 你这做饭的手艺 已经炉火纯青了 真的差不多 你快吃了 一定会凉的 行 过来吧 尝尝筷子 过来吧 坐好了 藏在这呢 又有可福了 这简直就是艺术品 你让我吃的 我还真有点不太人心 我先从腊肤吃起 还是先从幼呢 他 keeping yogurt 不好意思啊 走错了 走错了 你是猫头那个朋友 缘分吧 是是是 我就是缘分 您是毛头的 我姓贾 贾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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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我就是缘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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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哥 我听毛头说 您想投资拍电影啊 这么跟你说吧 你哥我呀摆过地摊 开过饭馆 干过工人 开过煤矿 搞过房地产开发 就是没干过 文化产业这玩意儿 所以我想过把眼 听说 你那有个好剧本 有倒是有 这年头啊只要有钱 好项目有的是 关键是贾哥是这样啊 您要是真想投资 拍电影的话 我 我都有胆问你去啊 您想投多少钱 这个影视剧 这可是个造钱的买卖啊 你的意思 是我出不起这点钱 不不不 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想深入了解一下 这毛头我没跟你说呀 你哥我现在穷的 就剩了钱了 听说你在影视圈里头 摸爬滚打了多少年呐 看来也是个熟悉的内行 是是是 绝对的呀 这影视圈我哪个不认识 你就别说那么多了 你就说 我要投资拍个电影 得多少钱呢 我就是想啊 快速马上 在他大影院里 看到我投资拍的电影 贾哥 您真是痛快啊 这个第一部啊 就是得有剧本 废话 虽然我是个外行 那拍电影那肯定要有剧本啊 但是得看剧本的话 我爸得付电影啊 来 够你看剧本的吗 够 太够了 我女生 我女生就是护士上的 就是她的 我怎么觉得在家怪怪的呀 你别传为第三者了 我 我是谁的第三者 我和一龙 你怎么不替我解释解释呀 我没法解释 这种事越描决越黑 再说了 我一解释 应该觉得我们俩立会是假的吧 我找谁找谁的 没锁呀 没锁呀 一龙 让人听听 老婆 我看看你 我看看你 行了 全当苦肉计了 这回好了 这邻居还有同事都信了 咱俩真离婚 你们这邻居同事相信你们了 我这成了第三者了 书远 实在对不住我 你就盼着我们俩 尽快地拿到拆迁款 然后尽快复婚 到时候你就洗白白了 那怎么着 你们这拆迁款一时半会下不来 我还老当这第三者啊 呸呸呸 我们俩必须能拿到这拆迁款 也必须能复婚 好人做到底 好人做到底 我告诉你啊 到时候没那么简单 你们得给我来点实惠的 也安抚一下我这颗 我被污蔑受伤的心啊 你想要什么呀 我们家拆迁款还没下来呢 瞧那样 别跟我哭穷啊 我多的不要 我诊所那几台机器 也都破损老旧了 你们看看这市面上 什么新型的正能化机器 随便给我来两台就行 十字大开口啊你 是呀 初遥 你看看 你们俩现在这种情况 是不是 全 把全副家当都卖了 也不止你一台机器 你这一张嘴还要两台 瞧你们那德行 我没真心要 我就是看看你们两口子 这人品怎么样 真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媳妇 可接下来 咱们俩 也不能在一块儿住了呀 那怎么办 别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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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到此为止 我不再说话了 不是 初遥 算 算 算 干脆这样 我和我妈那儿住 妈那儿太远了 那能怎么办 明天早起点呗 不是 我这一早 你一个人 怎么吃饭 怎么睡觉 是啊 我伍顺着 行了 我还在这儿呢 别拿我当空气 赶紧想办法解决 行行行行 就诊病了啊 我先收拾东西 初遥 还得求你一事 他妈就被刘环歪 你给送一趟 我送 我送 少遥 你赶紧帮他收拾吧 来 来 大哥 就这儿没错 骗到我头上来了 一会儿见了他不用多说 直接让他长点记性 好嘞 哥 他出来了 这孙子不接电话呀 还有人敢这么涮着我玩儿啊 谁不能饶了他 你也不得美 好 行 上哪儿啊 原宗 一位 大哥 有什么事直接打我电话就行了 还非得忙下几位哥哥们 听不着跑一趟 废话 打电话你得接呀 远德 我们大哥做事一向讲究 初次见面 二话评书两万块钱拍给你 你的剧本呢 哥 你听我解释啊 这个剧本啊 它是个搞创作的过程 是吧 这个编剧搞创作 它得需要灵感 但这个灵感呢 它不是说来就来 它得需要时机 是吧 我能够说那些没用的 我们是生意人 按着约定时间就要看剧本 剧本呢 剧本 还没出呢 什么 别别别 还没出全呢 贾哥 贾老 贾老 我给他看剧本 看剧本呢 贾哥 贾哥 剧本 贾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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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剧本这儿 人呢 人呢 快 对 笨蛋 快 过去 这事得报警啊 都法治社会了 他们想干吗呀 姐 你可千万不能报警啊 人家都要到家门口来废你了 还不报警呢 姐 不是我窝囊 你得为我在圈里的声誉着想啊 这事你要是报了警 那圈里的人都以为我骗人家钱了 那我以后在圈里还混不混了呀我 您混的到底是个什么圈啊 再说圈里面谁知道你是谁呀 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我拍电影圈里人都知道啊 你别跟我提那电影 要不是因为那电影 你能惹这么多事吗 真不想管你了 袁爱军 让人胖揍你一顿也好 姐 别叫我 我问你 你是不是拿人家钱了 然后答应给人看剧本 最后没有人才要揍你的 我告诉你 袁爱军 你要现在还不跟我说实话 你就走 我 人家给了我两万块钱看剧本 剧本呢 我写不出来呀我 那您就赶紧把钱还给他们 不就行了吗 钱 我给花光呢 你 你真够败家的 袁爱军 这才几天呀 你就把钱花光了 不是 姐 我 我就想着 我 我以后当制片人 当导演了 不得买两件新衣服 捣翅捣翅自个儿像个样啊 你是大闺女吗 什么衣服呀 这么贵 不是啊 不光是买衣服 还得花钱组点饭局 酒局 拉拉人脉呀 组饭局 组酒局 能拉什么人脉呀 能交什么朋友啊 姐 做影视不能这么偏激的 什么朋友都得交啊 成 那您就赶紧去找 您交那些朋友去帮您 你别找我 姐 别 别叫我 反正 我 我 我是不能回家了 我 在你这儿凑合凑合呗 凑合 委屈你了啊 在我这儿 你还得凑合凑合 不是 我 我求你收留我 我现在就给你买票 你赶紧回老家躲两天 那爸得打死我 不可能 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顶多打个半死 姐 别叫我 你去我们公司员工宿舍 躲两天吧 你干吗不让我在家住啊 我烦你 你再喝点热水 不喝了 好些了吗 好多了 你在旁边我一点都不疼 你们女人啊 也真是挺不容易的 所以你更得对我好一点 那当然 那可恶吗 不对呀 都几点了 我姐夫呢 我哪知道啊 加班呢呗 压抑还加班 你管哪 真讨厌你袁野军 你真太讨厌了 等着我给你收拾客房去 我会给你收拾客房去 你给你收拾客房去 你把人家都没有收拾客房去 你把人家都没有收拾客房去 明白 不是 你弟怎么突然住你那儿去呢 被他房东又回来了 你就别问这些了 反正他现在在我这儿 你得过来配合我一下 不是 那 那怎么着我现在过去了 你怎么回事 我得去盛南那儿一趟 晚上又得在那儿住了吧 我跟那儿住干吗呀 不是 他弟也突然来了 是说在他那儿住几天 我得过去帮他圆一下啊 是不是 那之前我爸妈来了 他也帮我圆的呀 这个 我跟他离婚的时候说好的啊 这个 互帮互助 自无旁贷 那你走了我怎么办呀 是啊 我就在想啊 我这走了你 怎么办呢 你只能委屈一下 行不行 委屈一下 好不好 怎么委屈啊 您就自己待一会儿 趟上看会儿电视 你吃饭呢 吃饭 叫个外卖行不行 叫外卖 你知道我不爱吃外卖啊 是是是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不爱吃外卖啊 那个 那你就 不是 那个特殊情况 我也不愿意 我跟你说 我去一会儿 我去一会儿马上就回来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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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疼 我已经又开始疼了 刚才不是好了吗 不不不不 你别说话 你别说话 就这一阵 你 不是 他那儿还挺着急的 他跟我说吧 他弟啊 你就不能打个电话吗 改天去 改天 如果这真的很疼 爸 真的 你不知道这疼起来 有时候都晕过去 你说你不在乎 晕过去怎么办 那是不好办 打个电话呀 打个电话呀 行 行 我给他打个电话 我给他打个电话啊 忍一下不行吗 我忍不了了 我忍不了了 好 来 我忍不了了 对 来 我忍不了了 喂 喂 喂 那个 你弟还在吗 我刚才怎么说的呀 我说他得来这儿住几天 你问的不是废话吗 不是 我 我可能过不去了 为什么呀 你刚才不是还可以吗 不是 他本来就怀疑 你要是这样的话 我怎么跟他说呀 闻闻病了 不是 我 我说不清你 不是 你跟你弟这么说 你说我平时出差去学习了 行不行 喂 你中元 你怎么这么不靠谱啊你 去去去去 你吓我一跳啊 你知不知道 行 我给你冲热热带去啊 来 来来来来 你先疼了 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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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疼啊 疼了 你给谁打电话呢 一趟一趟的往这屋跑 神神秘秘的 你管哪 什么我给谁打电话 你姐夫给我打电话 我姐夫 她临时有事 出差学习去了 这么巧啊 对 就是这么巧 那这两天我姐夫不在 我又不敢一个人在家待着 姐 我只能跟着你上下班了 我明天能 amphib 见了 好 进了 喂 老婆 喂 老公 你看球赛呢 你怎么知道 我 我就看一会儿 看一小会儿就睡 你 你怎么还没睡呢 我梦见你抱着别的女人睡觉呢 你别瞎想 我怎么可能呢 我不在 你得照顾好你自己啊 晚上别喝酒 我没喝酒 过了十点以后 也别吃油腻的东西 袜子呢 你得一天一洗 你得哭得一天一换 我知道了 老婆 你别想那么多 放心吧 你累了一天呢 赶紧睡 好不好 那我睡了啊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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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希希 我发现你这个侧面 很漂亮 你这个侧面绝对上镜 你看这个 这个比脸的糊涂啊 比例绝对标准 云芬哥 你这意思是我 侧面好看 正面不好看呗 不是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看 你看 你这一转脸啊 我忽然又觉得你的正脸 比你侧脸更好看 更适合上镜 云芬哥 你看 在你的电影里 给我安排个角色了 可以啊 请你又不花钱 又能捧红你是吧 那你快看看 我是正脸好看呢 还是侧脸 得嘞 你这 你这小脸蛋 真水灵啊 我看你这脸啊 一看就知道吃穿了 我跟你说啊 它是这么回事 你这个脸啊 它得 慢点 慢点 来来 这有凳子 赶紧救我 来来来 谢谢 谢谢 你们都别这么富贵啊 我找袁总去了 好嘞 来 这个王晓芊是干吗的呀 怎么老是直媒店 也进我姐的办公室啊 她是公司的客户呀 她喜欢男的吧 这个还真不是 她就喜欢 袁总这样的女强人 你是我姐啊 那好了 居然敢抢我姐夫的行事 不行 我得看看去 谁让你抖我东西的啊 送礼还不要啊 我就不喜欢这种 不拎不拎的啊 你这可就不对了 装这个不是为了保护手机 是为了你的生活呀 更加地精致与完美 你不是想当一个精致的女人吗 就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 知道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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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